江户时代的日本 驿站充当着官方物流传说的功能 但官方却不给任何福利补贴 负责干活的基本都是当地的村民 甚至连运输用的工具都要老百姓自己头腰包卖 以赴于驿站的村子经常有百姓破产 不得不举家逃亡 可户口虽然减少了 雇有的赋税却不会少 依然要平摊到剩下的村民头上 如此形成恶性循环 男主是仙台翻驿站下的一名酿酒商 他十分担心家乡的未来 这天在酒馆里和本村最聪明的查农先生商量对策 查农灵机一动有了个大胆的想法 咱们可以向藩主也就是店下放高利贷 每年收他个百分之十的利息 用来帮助资民减轻付税 话刚出口 查农自己又否定了这个启发的想法 这得筹备多大的一笔钱 仅比两个人肯定无法做到 没想到男主就将这件事一直放在心里 一年后 查农正在自家田里芒果 男主带着开杂货店的叔叔来造访 重提给殿下放高利贷的事 现在的殿下确实很缺钱 他底下的财务大臣只能不断的印钱来花 常常觉得这个事情至少要先经过村长同意 村长老来得子 希望儿子能继承他的职位 对于这种立民的事情他十分支持 毕竟如果放任一战破落下去 以后儿子只能去管理坟场 但是工有村长同意还不够 还需要乡长的支持 乡长是个小贤肉 立志要当有身份有地位的武士 原来他虽管理着四十个村 但仍是个普通百姓 对于这种立民的好事 他也不愿意错过 大家估算了一下 总共需要凑齐五千贯钱 相当于现在的三亿人员 换成人民币大约是两千万 若找到十个志同道合的人 每人出五百贯就能凑齐 有了目标 现有的五人开始回家清点家产 该抵押的抵押 该变卖的变卖 可惜还是远远不够 当补老板不知从哪得知了这件事 敏锐的商业嗅觉告诉他 这是一个赚钱的机会 也没有多问 直接就说要出两人份 也就是一千贯钱来入股 后来男主他们要放高利润的消息传开了 村民们对他们歌功颂德 当然他们也想出一份力 只不过这一个个穷得跟叫花之似的 实在是力不从心 不过在他们的舆论压力下 早堂老板也决定出个三百官 他倒是有钱能负担更多 只不过最近迷上了泡澡 铁了心要挖出更多的温泉来实现男女共语 毕竟这才是真正造福老百姓的好事 当铁老板终于得知了真相 当场表示不干了 直接就要撤资 倒是号称铁公鞋的男主弟弟 这次主动开口说 要捐一千贯 男主一向与这个弟弟不合 当年父亲将身为长子的他 送出去当养子 却留下弟弟继承了大部分家业 这事让他一直接底 弟弟就像当年的父亲一样 在村里到处放高利贷 而且一毛不拔 搞得大家都有越野 这次突然捐这么多 确实是意料之外 那一边 当铁老板听了高松的劝说 又改变主意要捐款 求个流芳千古 不过他不想出二人分的了 捐个五百块 意思意思得得了 现在总共集资了四千五百块 还差个五百 男主弟弟担定地表示 这笔钱他可以再出 其他出钱少的 还以为他仗着财大 起诉故意羞辱人 差点没打起来 之后 乡长带着这笔钱 找到当地代官 递交了请愿书 代官觉得给殿下放高利贷的想法 很有意思 而且这笔钱 确实既能给殿下 雪中送炭 又能帮助一扇百姓 于是就将请愿书 承递给了财务大臣 谁知这过却认为 村民是在趁火打劫 直接就否决了 得知消息后 一战村民的心都拔凉拔凉的 但没有办法 这点晚上 大家抓到一个 鬼鬼祟祟的中年人 原来他是以前逃离出去的村民 中年人讲起了男主爹的事 原来 男主爹之所以一毛不拔 是为了把闲钱存下来 帮助其他人 对于有钱人 他的高利贷从不手软 对于真正贫穷的人 他却经常是以援手 当初中年人破产逃跑时 就是在父亲的资助下 才得以存活 但做好事 莫问虔诚的行事准则 被弟弟继承了下来 在弟弟家中 男主得知了另一个真相 父亲之所以没送弟弟出去做养子 是由于他患有严重的严肌 看着弟弟攀山的脚步 男主泪如雨下 终于和他重归于好 将长再次向代官请愿 并将男主一家的事告知 代官身后感动 在财政大臣家跪了一夜 再铁石心肠的人 都扛不过死缠烂打 再漂亮的姑娘 都跑不过穷追不舍 财政大臣终于批准了 一战的请愿书 不过这货鸡贼得很 说是不要钱币 让他们把五千贯钱 兑换成一千两黄金 代官很冷质 批一点批一点地 跑回去给大家报喜 高兴过后 大家又犯了仇 原来财政大臣 这几年一直印钱 搞得钱币贬值不少 一千两黄金现在 需要五千八百贯钱币 才能兑换 但现在 大家都处于破产边缘 实在没有办法 再凑之八百了 酒馆老板娘站出来 把在他店里收购账的 老顾客全叫来还钱 可惜他的店规模不大 也就收回五十块 眼看父亲的医院即将达成 男主的弟弟又凑了五百贯钱 这五百贯钱 成了压死骆驼的 最后一根稻草 他的酿酒厂已经停运了 家里连米都买不起 剩下的二百五十罐钱 男主的儿子 从别村的老板借了 代价是 到对方那边帮工十年 男主读着 儿子留下的信 气不成声 但总算 钱都凑齐了 财政大臣 终于收下他们的贷款 而不久后 这件事被店家知道 特地跑到男主弟弟家里 亲自提笔 给他家的酒命名 从此 弟弟家的酿酒厂 名声大噪 死而复生 并成为当地 最有名的特产之一 另一个特产 是茶农家种植的茶 之后的四十年间 一战每年都收到 殿下的利息 百姓的赋税大大减轻 村子开始兴旺起来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心有多大大 地有多大产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里 记得来播关注 评论和点赞